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卡不卡高可用架构的时间 我演讲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物理多数架构 高可用的扑鼠 数据的高可靠 跨实力数据同步 快速扩容 实力保护和用于可视化这几个部分 首先是物理多数的架构 那么在这种架构下 不同的租户 不同的实力 都是独立的KIPA和卡不卡的机群 都是独立的DM基金部署 那么在网络上 每个实力都是属于一个PC 只有这个PC内的客户端才能反问该机群 也就是说实现了实力间的网络上的一个隔离 好 然后是高可用的部署 高可用部署的话 主要包括DD 也就是可用区的版型核 还有物理机的版型核 DD的版型核主要是指的卡不卡机群 它是一个跨AD部署的 机群的节点 它会均匀的分布在多个AD中 那么这样部署就可以定位 我们单个AD故障的一个场景 即便单个AD故障了 这个机群依然是可用的 那么物理机版型核 它是指在同一个机群 它的卡不卡节点 会增布在不同的物理机上 避免所有的节点 不在同一个物理机上 而出现因为单个物理机的故障 导致整个实力不可用的情况 关于高可用部署的另外一个实践 是双AD的部署 那么在实际的应用过程中 会有这样的场景 因为受限于物理资源 机房的建设 它没有办法做到三个AD 或者更多的AD 通常只有两个AD 那么这个时候 它往往又需要 我们具备AD的容错性 因为我们知道 机房它是需要 半数以上的节点正常 这个机群才能指导的工作 那么在普通的这种物理方式下 它是没有办法满足 双AD的可用性的要求的 比如说 三个节点的组线机群 我们在AD1部署的一个组线节点 AD2部署的剩下的两个组线节点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AD2部署了 那么就会有两个组线节点部署 那么这个机群 它也就没有办法正常的工作了 因此在高AV的这种场景下 我们就需要改变一下我们的这个部署方式 一种实践的方法是部署4个组线节点 也就是说这个图中看到的4个组线节点 两个ADA它各有两个节点 这4个当中其中有两个组线节点 它是作为一个不规对的 也就是这个图中用虚线框起来的这两个组线节点 那么这就是一组一倍 这两个组线节点它通过一个活动IP 对外产生全是一个节点 也就是说从外部来看的 这个Lukever继续它其实还是三个节点的 那么如果这个组线节点所在的这个AD故障 这一点它就会通过检测感知到 并且会结合一个 外部的一个仲裁服务来判断 自己是需要生主的 那么这个时候就会把自己切换为主节点 并且接管这个活动IP 使得这个存活的节点 它还是有两个节点存活 那么也就是达到了半数以上 那么这个群就可以继续的正常的工作 接下来我们讲一下数据高考的部分 首先呢卡布卡中 这个Coptic它是支持这个扑付本的 也就是数据呢 它是有多分的冗余的 那么当这个Lead的节点复杖的时候 在ISR中的Follow 它就可以接替这个Lead 继续的追管其他活动 那么在这个数据的持久化上面呢 我们知道这个卡布卡它写消息 实际上并不是直接写到层属介质中的 而是呢它先写到OS的缓存中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配置 卡布卡的一个 参数叫flash.messages 把它配成1 那么就可以使得呢在生产消息的时候啊 每次有消息写入啊 都会触发一次flash 也就是通过这个 Appsync 将这个PageCatch中的章数据 给它刷到 真正的刷到这个存储介质中 那么这样呢 也就避免了在一些 更使得故障的传理下 因为这个OS它自身的这个刷盘的这个间隔啊 导致部分的消息在故障的时候 还在缓程中还没有来得及 真正的刷到存储介质中就 呃丢失的一个问题 好 那么同步复制呢 它是通过生产者配置一个 APCase等于不一啊 使得生产消息的请求啊 还需要等所有的IS 打中的部分都同步完了 啊 才会返回成功 啊 同时呢 呃 可以配这一个合法的参数叫 命连进的 把它配成二 那么这样呢 就会使得每次生产 呃成功 它都至少有两个部分完成了同步 好 那么同步落盘和这个同步复制呢 那虽然都提升了这个复制的可靠性 啊 但是呢 呃 就会导致一定的这个性能所靠 啊 这个呢 其实也是一种性能和可靠性的评论 那么在实际的这个全过程中啊 呃 还是需要结合业务本身特点 来决定是否需要做这个 同步落盘 以及这个同步的复制 嗯 好 那么数据可靠的那个另一个方面啊 是指 是指那个我们呃 呃 那个在数据的底层存储上 通常呢卡巴卡的数据都是通过零排来定义这个存储 在上层看起来是一般连续的数据啊 啊比如一个一个啊 资格门的文件啊 那么在底层呢 它会被打算成啊 Google数据块 那么每一个数据块呢 它都会有多个部分啊 这些部分呢 它是存储在不同的 支架啊 以及不同的这个存储服务器上面的 那么如果这样做呢 就可以避免因为单个的存储服务器 或者说呃单个的机架的故障 而导致我们这个数据的丢失 好 那么前面讲到的这个呃 都是数据实时存储的过程中啊 我们怎么去保证这个数据的高口高高高 啊 那么对于一些需要长时间保存 对实质性要求没有那么高的数据呢 啊 啊可以通过消息转储的方式 啊通过啊 Connect啊 这样卡托卡的数据 它定时的去转换成 一线的一个数据文件啊 然后把这个数据文件上传到 呃对象存储服务中 那么在需要的时候呢 就可以通过这个对象存储服务中的 存储的这个 呃消息转储的文件啊 可以把这个数据呢 再恢复到卡托卡当中 好 那么随着业务规模的增大 以及呢对这个可靠性要求的增加 呃 单个集群的这个可靠性啊 很多时候它已经没有办法满足业务的这个对可靠性的要求 呃这个时候呢就需要进行多实力的部署 呃 并且呢在不同的这个实力间啊 去进行一个消息的传输同步啊 呃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可以通过这个Connect的能力 建立一个最同步的路道 啊 实时的这个从原端啊 把这个数据拉取过来 然后呢在推送到这个目标的实力啊 这种方式呢 通常呢用来实现一些像啊 跨实力的荣灾啊 还有一些跨实力的一个啊 数据的集联这样的一些场景 好 那在实际的业务运行过程中啊 呃 我们会发现 随着业务的这个快速增长 最初的业务量评估啊 其实已经不太适用了啊 那么之前 创建的这个卡卡的GP呢 基于当时的这个业务量 评估的这个规模啊 在当前业务增长之后呢 因为规模已经太小了 也没有办法继续去支撑目前 呃自己增长的这个 呃业务量啊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去进行这个 进行的扩容啊 那么扩容的话呢 主要是包括两个方面 一个是节点的扩容 还有一个呢 就是存储的扩容 那么节点的扩容呢 主要是分为节点的垂直扩容 和水平扩容 所以说扩容呢 是指增大节点的规格 比如说啊 呃我们从2U4G的节点 给它扩容成4U8G的节点 它是一个重向上的一个扩容 那么水平扩容呢 它就是指增加这个地区中节点的数量啊 呃相当于是横向的去扩大这个地区的规格啊 那么这个地方需要提到的一点 就是说水平扩容啊 它新增加了节点 但是这些节点上呢 它是没有业务的 因为原本的coutic它的分区啊 副本啊 这些都是分布在老的那些节点上的啊 那么业务呢 也就都是在老的节点上 新的节点上并没有业务在考 也就没有办法去分担老节点的业务压力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需要将原有的节点上的分区啊 副本啊 通过扩卡的resign的这种方式啊 把它均衡到这个新的节点上来 这样呢就可以使得业务啊 在整个地区上进行一个均衡啊 能够降低原有的那些节点啊 它的一个负载的压力 给它均衡到新的节点上来 那么对于存储的扩容呢 主要是指这个存储容量的一个增加啊 因为我们知道啊 卡伯海的消息它都是持久和在车盘上的啊 然后呢通过一个消息老化的机制啊 去进行啊消息的这个删除啊 那么如果消息生产的速度超过了这个老化的速度啊 那么磁盘上的这个数据呢 就会越积越多啊 对这个磁盘容量这个需求呢 也会逐渐增大啊 直到有一天呃 磁盘上容量已经存储不了这么多数据了啊 那么这个时候呢 那我们就需要去做这个磁盘容量的这个扩容 那么对于使用云盘的这种场景啊 呃磁盘容量扩容最直接的方式呢 就是创建一个新的云盘啊 那么这个时候呢 呃我们就会看到它有两块云盘啊 那么呃一种实践的方法呢 是通过这个呃 呃LBM的这个机制啊 将新上线的这个云盘 加入到呃 呃一个呃 已有的逻辑卷主当中 然后呢 再从这个逻辑卷主啊 加到逻辑卷主 这样子的话呢 从卡不卡应用的这个角度来看呢 它就感知不到 底层它是有两块盘啊 而是看起来像是一块盘 但是它的容量变大了啊 能够达到这样一个效果 让上线不感知它的具体的实践 啊呃 接下来我们讲一下这个实力的保护 啊也就是说 我们如何去保护这个实力 在使用的过程中啊 不受到外部的影响而导致一个故障 好 那么这里主要提两点 一个是磁盘的预值保护 预值保护呢 也就是当节点的磁盘使用率啊 达到一个预值的时候呢 它的一个处理的一个策略 那么我们呢 当前的支持两种策略 自动删除和删除收线 自动删除的意思呢 就是说 磁盘的容量达到预值了 然后呢 它就会自动的开始删除最老的 开个门的 从而呢 使得这个资本的使用率啊 下降到一个安全水位以下 对于那些消费啊 消费比较及时的这些 呃业务场景啊 就可以使用这种方式 呃因为在这种场景下呢 那些老的数据啊 它虽然没有被老化 但是呢 其实大部分场景下它 呃这个数据其实已经是都被消费过了 所以它是一个可以被删除的状态 这种时候呢 就比较适合这种方式 那么相应呢 这个生产受限呢 它就是指啊 当时它容量达到这个预值之后啊 呃 不会去自动的触发这个删除 它会呃 不允许再继续生产消息 也就是说这个生产的情况会失败 啊 那么这个方式呢 呃 主要是对于 那些对数据的保留要求比较高的场景 啊 就可以使用这种方式 好 最后呢 我们再讲一下这个运维可说啊 啊 主要呢 是有几个方面 呃 消息查评也就是 呃 在界面啊 提供这个查评无端消息数据的能力 啊 我们呢 支持这个按时间段和这个offset 来进行一个查评 好 消息轨迹呢 是指对于一条查评到的消息 可以获取到这条消息的访问轨迹 啊 比如包括生产消费的一个客户端的IP 啊 时间点啊 那么包括这个呢 我们就会知道 哎 这条消息它在什么时候是由谁生产进来 又是被谁消费走了 那这个呢 那这个呢 通常对于一些问题的定位啊 那会比较有帮助 嗯 监控告解呢 它是指采集卡不卡运行过程中的各种的指标啊 嗯 然后呢 这些指标呢 它会上报到一个同意的监控平台去做一个 呃 展示啊 啊 同时呢 也可以针对这些指标 配置一些自定义的一些告知啊 啊 那么这个呢 呃 便于提前的去发现一些潜在的问题 或者说隐患啊 在问题出现之前呢 提前的去做一些处理啊 比如说我们发现需要 提前的去做一些扩容啊 也许这样的一些操作啊 啊 啊那么最后参数配置呢 是指在这个页面上啊 提供一个修改相关的配置的用战 啊这样呢 就可以使得这个集群啊 在运行的过程中啊 以一个更合适的啊 运行方式去满足这个业务的 实际的一个需要啊 啊 那么我今天演讲的内容呢 主要就这些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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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ку